前幾個月 前幾個月他們去印度 然後去拍一個廟是不是 對 我們要去拍那個加碼清真寺 加碼清真寺 對 然後他們下車的時候 就突然就是有一個人拿了槍 就掃射旅客 遊客 然後當中就掃到他們的攝影師 跟另外一個 也是攝影師 一個重頭 一個重肚子 可是妳就在旁邊對不對 沒有 其實我是離歹徒最近的 可是他沒有要打我的意思 可能背對則不好變用吧 我想 他是怎麼樣 妳把那天情形說一下好不好 其實我們下車之後 我們是在遊覽車跟遊覽車的中間 中間就只有我們那一群人而已 然後我就是背對 像歹徒在我後面這邊 然後我站著 然後其他人站著 然後他就過來 然後第一個重是重我前面那個人 然後子彈從頭皮這邊削過去 所以他的頭就一直流血 一直流血 然後就有人看到就是他在流血 然後我想說 蹦那麼大聲 我以為是爆米花 我還轉過去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我想說那個是什麼東西 正當我在想 正當我在想那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有人說那個是槍 大家趕快跑 我就趕快跑上車這樣子 那妳攝影師是後面又在中擔 對 因為我們跑上車的過程當中 因為他跑比較慢 所以就是 因為他跑的機器 我們沒有帶 我們帶小機器 妳在帶小機器 那他真的是跑得慢 對 因為遊覽車就只有一個門 所以大家輪流跑上去 然後因為跑比較慢 所以就從後面被打 真的嗎 真的嗎 攝影師我也認得他 他本來就很瘦了 現在變更瘦 更瘦 對 但他現在已經變得 就都好了 然後我們也常常 一起出來吃飯 他整個就都很OK 所以那個時候 在當時一瞬間 其實妳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因為當我回頭的時候 被打到那個躺在我前面 一直冒血 我就說妳還好嗎 然後我就說我的頭好痛 然後我就看到他的血 整個布滿他的手 我一定看不到膚色了 都是紅色的 我就拿我的手泡 讓他按住他的頭 然後因為前面 另外一個攝影師說 他肚子很痛 因為車上那時候 只有我們三個人 然後我就走過去 然後我就說妳怎麼了 他說肚子好痛 但他都沒有流血 所以妳不曉得 他是子彈打的嗎 我不知道 他只說他肚子很痛 這樣子 然後嘴巴越來越白 我都快被嚇死 然後妳沒有看到血 從哪裡流出來 他血 其實最後他衣服脫掉 血只有在外面 一點點一小圈而已 因為可能子彈進去太熱 所以把那箱口融起來了 所以就放血 而且子彈是卡在裡面 卡在裡面 所以沒有血流出來 很恐怖 也是 妳真的好樂觀喔 一定要的 對 也是 可是要到醫院裡頭 再把子彈拿出來 其實是很危險的事情 然後進去的時候 言語又不通 對 然後我就一直很擔心 然後最後他送進病房的時候 要簽一個單子 就是家屬同意書 是我簽的 我真的好怕他如果進去沒有出來 我真的要負很大的責任 但好險他最後平安出來 我真的覺得好恐怖 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 對 其實呢 每次出外景 當然不一定是都有危險 但是很難講對不對 對 除了那次以後 妳媽還讓妳出去嗎 有 但我出去之後 我媽就會叫我要小心 這什麼小心 誰知道後面是誰 可是事發 當天我打給我媽 我媽比我還鎮定 我跟她說媽妳在幹嘛 因為我想要先問她在幹嘛 我不想讓她擔心 然後她就說 因為那時候是中秋節 然後她就說 我再吃又煮 又煮 然後我就說 那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妳不要緊張 待會兒電視可能就會播 我就說我們中蛋 她就蛤 然後我就跟她說 妳不要緊張 我有事再打給妳 然後她就說好 妳自己小心喔 拜拜 就這樣 然後我放下電話大哭 我媽應該也沒有哭吧 也沒有哭 因為妳有很好的講話聲音 如果是別人告訴她 我們有中蛋 那這樣 對 其實我覺得 在出外景的時候 跟家裡抱平安是很難的 對啊 尤其是家裡的爸媽媽 就是那種都不出門 都是在家裡看新聞 對 妳這個講大的 妳家裡人對妳 對 我就跟她說 全豪華 全世界 豪華的美中禮 對啊 我不覺得那時候 明天晚上自己搭帳篷 要自己去河邊提水 之類的 真的 我跟她說很多人 大家一起坐一輛車很豪華 什麼都有人管有導遊 有人煮飯給妳吃 什麼都很好啊 她又不用擔心 其實是什麼都沒有 對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獎儀 還在沙漠中飆越野車 真的棒 這邊的是近一點的是我 那個車怎麼會在那裡 這好像拍那個什麼電影裡面的 對啊 現在我唱到前面去囉 很厲害喔 妳衝過她耶 對啊 然後我就 翻車 我太太太 太太太 對 妳都不怕 沒有 其實我滿怕的 其實我這個人喔 我是不怕野生動物啊 什麼 不怕黑啊 不怕高 但是我很怕所有高速的東西 其實這種運動我原本是怕的 而且這種運動 它的意義所在 它不是就在沙漠開車那麼簡單 它是要看到那種沙丘 然後妳從一邊衝上去 然後完成一個完美的弧度 從另外一邊就是花下來 然後妳要看妳能夠衝到多高 它的意義在這裡 然後 很有意義啊 這有什麼意義呢 每個人都可以在沙漠裡面 留下一個完美的弧線啊 然後 那風一吹沙漠就沒有了嗎 沒有 其實 年輕朋友 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拜託 然後我其實這個拍的時候 是剛剛開始玩 大概十分鐘左右 其實我還完全沒有掌握到這個 車子 對 那個車子然後那種速度 跟那個方向的感覺 然後問題是我朋友她說 她看到那個導遊在幫其他的人 拍那個影片 她就說她也要拍 然後就叫我們一起 然後我們這種外景節目主持人 問題就是妳看到有鏡頭 就不要命了 真的 我問題會 真的 妳年體會嗎 對 妳本來說我不敢 我不敢 然後我一看到鏡頭 開始了好 我就衝 然後就拚拚往上衝 也沒有想過要怎麼下來 然後就滾下來了 真的 妳其實是這樣子對不對 對 我覺得在外景的時候 希望不要把鏡頭對著我 對 鏡頭對著我 我們就不住 對 因為我之前也都會掙扎 因為很多東西我都會說 蛤 可以不要嗎 可以不要嗎 然後只要看到紅燈一亮說 好 走 就去了 像之前有玩一個那個滑水道 它滑水道是天然的滑水道 我們要走到那個滑水道呢 要大概走半個小時 然後只有一半的路是好的 另外一半的路啊 應該只有這麼小一條吧 爬下去啊 沒有 路只有這麼小一條可以走 所以你只要跨出去 就會掉到雪崖下面 然後還有一小段路是沒有路的 你讓繩子攀爬下去 那滑水道本身是什麼東西 就是石頭跟石頭堆 然後就是天然的 然後它其實沖下來 是因為那個水流很急 所以你被沖到那個下面 那屁股會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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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應該會 而且胖一點的 應該會被那個石頭 把腳刮爛吧 我想 所以 可是我們看到紅燈亮就這樣 我們就說 我們去玩吧 就下去了 就忍不住就是 對 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個外景 其實還真的滿危險的 這種啊 媽每次看到節目啊 都會罵我說 你這可以再傻一點沒有關係 改天你怎麼死都不知道 這樣子 真的 莎莎從國外帶來的 珍奇遺物 嚇到笑顏姐啦 那我今天來